有心 小學校長 當初他也是充滿了熱情幹勁來上任 但是一到學校發現的確有很多的問題 這個學校人數很少即將面臨廢校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有任何方法可以改變嗎 像城鄉參與的問題 的確四年的時間 很多事情他改變不了 但最後他調整了心態想法 也調整了他的目標 用四年的時間 我們的確看到成果 剛剛開學沒幾天 經過兩個月暑假 再加上開學前的颱風 馬林國小的小小開心農場 正等著孩子們重新種下新芽 這一天也是退休校長 陳柔輸的返校日 上學期剛剛退休 當年這片小小的實習田 就是他帶著學生們送土災 種到收成 新院校長詹麗娟 特別請陳柔輸回來看看 學校一直延續著他的理念 四年前陳柔輸 二十多年的教育生涯 更上一層樓 他考上校長 分發到馬林國小 那我一進來的時候 就轉走了五位家長 五個學生 那當時給我的刺激很大 因為我人都還沒進來 那他們轉走了呢 這個主任告訴我說 轉走了都是還蠻 家庭背景還算很不錯的 的孩子轉出去 那我就在想說 那他們轉走的原因 第一個是課業 他們覺得沒有競爭力 陳柔輸過去多年都在上千名 學生的學校任教 第一次當校長 還來不及高興 馬上就有壓力 比照教育政策 全校學生低於五十人 恐怕就要面臨裁定校危機 而朱家長 別讓學生再轉走 是陳柔輸的當務之急 結果沒有想到呢 學校呢人數這麼少 馬上就面臨到 廢校的一個危機 那那時候我就在想 那我要怎樣 把學生找回來呢 那我就想到了 我就跟一般的家長一樣啊 家長他最重視的就是課業 那我怎樣提升孩子的課業 最主要是因為呢 我自己本身呢 兩個孩子呢 都算是還蠻自由的孩子 我一個呢 是建宗畢業的 一個是北英女畢業的 那我就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呢 應該是可以受到 家長的一個肯定 第一時間覺得 加強孩子課業是最重要的 只要孩子成績進步了 學生人數就不會再流失 陳柔輸定下輕音計畫 那我就應該先挑精英的孩子啊 來做這個課業的一個補救 我甚至在想說 請主任來幫我挑一下 有沒有哪一兩位學生 我可以來 我的金錢來支助他都沒關係 但是主任告訴我的答案 竟然是說 校長很難內骨 陳柔輸並不相信 也不滿意這答案 他也獲得是老師教學有問題 還是學生的學習意願低 導致學生人數流失 將近百年的馬鈴國小 在五六十年前是全盛時期 當時採礦興盛 學生人數曾多達四百多人 但隨著況去沒落人口外移 附近只剩少數務農家庭 學校的人數 人這逐年递減 陳柔輸上任當校長時 一個年級 一般只剩下不到十人 那這裡很多就是單親的孩子 或者是有一些是比較外配的 經濟比較弱勢的孩子 隔代教養等等 他們並不是不聰明 只是說回到了家 他有他家庭那些壓力 沒有人陪伴 怕學生回家 沒人陪他們寫作業 陳柔輸申請了夜間客服老師 他心想無論如何 都要把孩子的成績拉上來 可惜日夜加強課業的結果 陳柔輸還是失望了 他和學生都有挫折感 我發現他的課業 沒有辦法拉到 我所想期待的那個精英的那個部分 那但是我又不想讓孩子失望 除了就是還是鼓勵他之外 我就是再去找到說 他的一個優勢智慧在哪裡 結果發現他其實跑步很厲害 他很難夠表演 是不是該重新思考 課業是教育最重要的事嗎 陳柔輸想起他的兩個孩子 從小到大都很會念書 他也是為理所當然 但孩子曾對他說過一句話 因為我的孩子他其實他都 我就覺得我沒有給你們任何壓力 但是他會覺得 其實我是在給孩子課業壓力 那這句話帶給我 確實是有一些觸動 如果留下的都是比較弱勢的家庭 沒有能力轉走的孩子 陳柔輸開始在想 要怎麼幫留下的孩子 在這裡找到他的成就感 好還有電腦來 老師拿著更大花粉給你 你是不是站在這裡面 來站在看 來 站在裡面 好 他是不是可以得到很多養分 上農藝課老師正在給孩子們 建立栽種觀念 從一顆種子 要放在適合他生長的盆子裡開始 兩個人擠不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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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擠對不對 你看喔 像我牌到兩個種子喔 你看就這麼擠喔 對不對 孩子像種子 太擁擠太壓迫 不適合的環境 掌握出心芽 陳柔輸發現 農村中的孩子體能好 愛運動 他先舉辦了一場路跑賽 讓孩子在比賽中獲得肯定 所以我就先從那個所謂的肢體動作來訓練他們 讓他們登上文化中心的一個舞台 那果然這一招非常的湊效 雖然當時只是一個得到佳作而已 但是他們在那裡面呢 他們得到是從遊戲當中 那他們呢 就是很歡樂的去做學習 除了這些表演 另一個讓孩子被看見的機會 就是參加比賽 當時學校已經有打擊樂隊 但學生人數少 規模也小 除了木琴 鐵琴 很多樂器 都是面續不來的 陳柔輸是鼓勵學生參賽 希望給孩子找更多 讓他們發亮的舞台 我們的孩子喔 他要比賽 其實他們是非常緊張的 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舞台的一個經驗 而且他們會覺得說 校長我們喔 才練習多久而已 而且要跟我們比賽那一所學校 是基隆是很大的幾千人的一個學校 那我們怎麼有可能可以贏過他們 他們是非常沒有自信 小小的孩子沒自信 怕自己會輸 比賽前很多孩子 主動留下個時間留下練習 陳柔輸的工作 就是對著孩子鼓勵 再鼓勵 當我們遇到他的工作 他在這一次比賽當中 得到了第一名的時候 他們的那種散發出來的那種眼神是 校長怎麼可能真的嗎 他們好開心好開心這樣子 那從那一次之後喔 他們真的是找到了自己的一個自信 他覺得說只要我努力 我是可以有好的一個表現 幾次站上舞台拿到好成績 陳柔輸看到孩子們臉上的光彩 但一開學他還是很沮喪 當學生數呢 降低到四十幾位的時候呢 那時候我的心情是非常焦慮的 我覺得我做了這麼多 但是為什麼還是吸引不到 我們就是金融地區的孩子呢 來到這邊救度 那我就想到說說 我要怎樣利用地利 因為我們這邊其實距離台北市 新北市非常的近 如果鄉村的家長都想把孩子往城市送 經過這幾年 陳柔輸返向思考 能不能吸引到城市的孩子 來鄉村念小學呢 我在想說 我透過外界的一個資源進來 這當然是一個注意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找到 學校的一個優勢到底在哪裡 那這所學校呢 在我來之前呢 其實已經有二十幾年的 這樣子的一個農業的 這個事件會的一個耕種的一個基礎 那我就想說 那我要怎樣利用這樣子一個優勢 而且呢結合地區 學校附近多食物農人家 有休閒農場 也已經被規劃為休閒農業區 兩年前 陳柔輸開始把孩子 帶進校園裡的小菜谷 當個親手栽種的小農夫 還為營養五菜木來有機菜 希望孩子 這一群種子 能把好觀念傳遞回家 我們這邊呢 是在做有機耕種 但是呢 旁邊的這些林家呢 他們呢 有時候會使用一些化學的肥料 甚至會用一些除草劑 那這個對健康是很不好的 那我的一個教育方向 跟他們是這麼大的不同的話 那我要怎樣來教育孩子 讓他們願意相信 有機是可以做的 校園和社區要結合 陳柔輸還從別的特色小學 專門請來有食農教育專長的歐陽老師 從農場到餐桌 教孩子為家人上菜 這趟課裡 從食材到處理方式 都在從小灌輸孩子健康生活 陳柔輸有個遙遠的夢想 希望學校帶著社區 重新復甦起來 如果我能夠幫助我們這群孩子 他呢 從小扎根的話 那他才有可能在他未來長大的時候呢 能夠呢 把這樣子一個有機 耕種一個基礎 擴展到整個一個社區 那我要幫助的 就不只是這個少數的 這三四十位的一個小朋友 而是幫助整個馬林地區的這些家長 這些年輕人 能夠回到馬林的這個區塊 雖然要等到馬林地區的年輕人回流 願意跟流家鄉 讓孩子在這裡成長 還有一大段路 但在這之前 陳柔輸的努力已經看到收穫 這兩年每次行學期開學 在地的孩子沒有轉走 希望孩子 能在自然環境下成長的家長 從都市把孩子送來 學生人數 從陳柔輸接長校長最低的41人 增加到59人 將近多了20人 上學期她借臨退休前 看到四年來 小校的命運正改變中 我會覺得說 欸好像呢 這個萬班階夏天 唯有讀書高 那應該是要在課業部分呢 去做一些努力 家長才可以看得到說 欸你看我的孩子有多棒 但是後來呢 經過我們一番的努力之後 我們發現 其實每一個人 都有她一個生命的出口 退休前 這是一位老師 教育觀念的翻轉 找到孩子的亮點 也未曾有財幣校危機的小校 翻轉命運 未來或許有時代趨勢與政策 必須遵循 但在這之前 陳柔輸讓小校和孩子 都有了一條 找到亮點的路 有時候會有的挫折感 是來自你把目標定在哪裡 但是當你有活力 願意去嘗試的時候 才可能用不同的方向 去找到達到你的目標